SVB或硅谷银行将大部分客户存款用于购买低风险债券,因为这些债券通常比高风险投资提供更低的收益率或回报但却比高风险投资更稳定更低风险。 换句话说,通过投资于低风险债券,SVB牺牲了潜在收益来换取更稳定和可预测的回报。 但当美联储加息时,现有债券的价值下降,从而导致未实现亏损。 此消息一出,许多储户同时试图取款,因为他们担心该机构会倒闭。 他们想在银行倒闭之前取出自己的现金,但讽刺的是,这样的行为正是导致银行遭挤兑的原因。